我跟我老公刚来美国的时候,两个人月薪加起来只有4000美元,我们是如何用5年的时间存购10万美元在美国买到300平米的别墅呢? 我跟我老公都是一带移民,没有名叫背景,家里也没有矿,我们都是只做着一份很普通的工作。 刚来到美国,我老公在雅克森所做的牙医助理,税后呢只有3000美元,我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约薪只有1000美元。 我们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美国的大城市跟中国大城市一样,生活成本很高,住房很贵,所以我们选择在美国的大农村生活。 美国的大农村虽然很寂寞无聊,但是好在生活成本低,房租低,房价也低。 我们现在的房子是18年买的,30万美元,而凭着我们微博的收入,5年就能够存购10万美元的首付买下来了。 我们的生活也许跟大家所看到的海外自媒体生活不一样,可能大家看到的现在海外华人在餐馆打工能挣个五六千美元, 开个卡车能挣个万八千美元,我们怎么就混得这么差呢? 但是钱多有钱多的用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当时虽然我们的工资不高,但是好在我老公很抠门,我也是比较有规划的人,才可以存下点钱。 我们当时没买房之前是租房子住的,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地段,环境也一般,但是租金很便宜, 只要600美元一个月,两室一厅,包水电费。 吃的这方面我们也是很节约的,前几年的物价还没有现在这么上涨, 当时我们也没有孩子,我们两个人也很少去外面吃饭,基本上没有点过外卖, 一个月伙食费差不多也就五六百美元就够了。 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家老墨超市,里面经常有两毛九一磅的包菜,六毛九一盒的鸡蛋, 当然啊,现在也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行情了。 我们当时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都很近,所以只要有一辆车就够了, 加上车子的保险啊,加油什么的也就不到200块钱就够了。 我们从来美国呢,基本就没有去过什么娱乐场所,甚至呢都没有去过理发店, 都是自己在家剪头发。 再加上其他日常开销啊和旅游经费啊,我们一个月还能存下2000多美元。 就这样五年后我们存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十万美元, 交了六万美元的省库,其他的用于买房的一些手续费和买一些家具, 还能剩下点钱。 也许很多人觉得十万美元还不够人家一年挣的呢, 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普通人的来讲, 五年能存购一套房子的首付也是不容易的。 一般天气好的时候呢,我都会在外面做饭了, 因为美国的抽烟机啊一点都不好用, 你看我在外面做饭这纸盒子上全都崩些油。 虽然是现在买了房子,我老公的工资呢也涨了, 但是家庭开销啊却大了, 因为生了两个孩子,再加上养房的各种费用啊, 真的是一点都不少。 我算了一下我们现在房子的开销呢, 大概是一千五百美元, 现在物价也上涨了, 我们家的伙食费呢, 也从原来的五百美元升级到一千美元了, 但是吃的东西啊也都差不多, 大家都觉得我做的东西菜色差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一般情况下呢,我做好饭就我先吃我自己的, 然后我老公呢,他要去跑步做运动, 他回来再吃他的, 孩子们呢什么时候饿了就什么时候吃。 虽然现在有两个小孩, 我不能出去做一份全食工作, 但是呢我也一直在做一些事情, 赚一点小钱来补贴解家用, 之前不是去摆地摊吗? 现在冬天了, 摆地摊也不是经常可以去摆的, 因为天太冷了, 我就在家把摆地摊的东西捣扰出来, 有一些呢放在网上卖, 有一些呢我放在社交媒体上卖, 或多或少都能卖出去一些, 有时候可能卖不出去, 有时候呢可能能卖个几十块钱, 好的时候呢一天能卖个一两百美元, 有的时候呢我就放在门口, 让别人自己来取, 然后把钱呢放在这个垫子下面, 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都很自觉的, 有的时候呢我在网上出了订单, 我还要打包, 然后交给快递员哥哥邮寄出去, 虽然这点小钱吧, 对于能挣钱的人来讲呢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我这个没有正经工作的家庭主妇来讲, 这些钱可能是我们一天的伙食费, 也许是孩子一个月的特长吧, 我也知足了, 今天我们隔壁的小区就离我们家有三分钟的车程, 有一户人家在卖房, 今天有一个open house, 这座房子呢是1994年的房子, 大概有180多平, 里边有三个卧室,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 现在呢卖37万美元,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里边是什么样的吧, 刚进门就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不算是太大, 但是看得起来挺宽敞, 挺亮堂的, 这边就是一个餐厅和厨房了, 看一下这个房子呢应该是翻新过的, 因为看它这个柜子啊, 台面呢都是有翻新过的迹象的, 一楼有一个卫生间, 在美国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卖房呢, 他要把房子里边翻修一下, 这样房子才能好卖一些, 我们再上楼去看一看吧, 这个楼梯看起来有点陡, 楼上有一个洗手间, 还有就是三个卧室都是在楼上了, 看一下这个是有一个卧室, 但这个卧室没有门, 真的是有点奇怪呀, 看一下这个是第二个卧室, 这些都是客卧, 这边才是主卧, 主卧看起来挺大的, 这边主卧里边有洗手间, 洗澡和洗漱的地方, 这边还有一个衣橱,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现在卖37万美元贵吗? 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后院, 因为现在是冬天, 这个树啊都枯了, 看一下这个后院真的是很大很大, 比我们家的还要大, 但是他家的后院光秃秃的, 也没有草, 也没有种菜, 这边有一个小孩的滑滑梯, 估计这家房子的主人孩子也不是很大, 好了, 大家喜欢这样的房子吗? 大家觉得一个普通人工作多久能买得起一套房呢? 我们再进来看一下, 找一下这家房子的车库吧, 以现在美国房市这个行情, 我觉得这套房子不是很好卖, 看一下他们家这个门呢, 都是很老的, 虽然是这些有些东西是翻新过的, 但是从这个门呢, 就能看出来这个房子的年代, 哇, 你看这个就是车库的门了, 哇, 这个车库堆满了很多杂物啊, 看来是准备要搬家了, 看来是准备要搬家了,